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1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教学之前 我们要播放 2024年手法更新 我们重新剪辑过的 今天我们播放头部原始点 以后我们会度陆续续播放 重新整理剪辑出来的手法影片 好 那我们现在先看头部原始点 头部原始点 我们来介绍头部原始点的操作方法 第一个患者握肢 但手一定是自然往外垂下来 最轻松的姿势 然后再请患者头部转向面向脸 好 等患者转过来要看 它这个脸是不是对准着你的两腿 如果这样是最标准的 但有些患者会稍微过来 这时候你姿势就要自动调整到这里来 好 那如果它转得是刚好的时候 我们站这里 我们来找耳后的原始点 第一个手放着 第一个手放着 然后拇指把耳垂拨开 以食指指尖去侧视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我们现在来介绍拳头法 拳头法它一定要握须前 然后拇指翘起来 好 这样才能够很轻松的按进去 但是不能用握紧的拳头 因为握紧拳头会顶住患者 使他不舒服 所以这个拳头是虚的 有弹性 那我们用拳头法 刚好一次进去 就可以按到四个点 好 那 手要放轻松 用身体往下沉 就能把前头带进去 然后向钟摆来回拨动 好 这样按完之后 我们再头转过去 换另外一侧 一样 拨开 然后把点找出来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好 那我们前头法 刚好一次下去 就可以全部按到 好 然后握须前 靠身体 把前头带进去 不能使用蛮力 然后来回均匀 这就是耳后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这就是耳后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整骨下沉 整骨下沿的位置 整骨下沿的位置 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为终点 所以它的位置是这样来的 它的使用工具 是用手肘 手肘 然后掌心要向上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特别要注意的是 下臂与上臂 这个要90度 上臂与这里也要90度 工具拿好之后 再来就是要注意姿势 操作者的姿势 如果患者是趴着的时候 那我们用弓箭布 然后重心要蹲低一点 然后手轻触着头部 另外一手拿着工具 直接顶到低一点 这时候90度 以90度 这个不要变形 好 前后开始按推 整骨下沿对侧按推完之后 我们再来按同侧的整骨下沿 你面向我 好 这时候它同侧对你的时候 你采取的是弓箭布 好 然后工具 一样 以手肘 掌心向上 然后低一点 耳后对过来 鲁突骨跟整骨的交位处 按紧之后开始 前后均匀按推 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第四点太下面 可以稍微把头转过来一点点 好 这样比较好操作 以上就是头部原始点的整个操作方法 我们紧接着再来介绍舒缓 整骨一般用掌根 这个点直接靠进去 按 然后也是来回 推 按 来回 推 我们来讲注意事项 刚刚容易犯错的 就是操作者 会去转患者的头 这个动作转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一转就受伤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是由患者自己转 好 请你转过来 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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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清理 请开始 好 老师你好 你听到吗 清楚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好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个月呢 自工一直念是涂浆粉泥 一般来说在整个过程中大家也感到它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也碰到一些状况 想请教老师 第一个状况就是说 发现被图的地方 比如说我自己的耳朵 还有一些自工的颈部 它的前松部 还有手背 他们在几个地方发现 说涂完姜粉泥以后有红点出现 或者破皮 我自己本人的情况就是 我发现我的左边的耳朵的边缘有一些突出的皮 而且碰它的时候有点非常痛 所以呢 我用姜粉泥一直涂 一直涂 涂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破皮了 第二天发现破皮 那我继续涂 因为我发现面脂很小 所以我不怕 我继续涂 涂完以后这个红肿也烧了很多 一个星期以后已经没有痛 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但是自工就想问 这个破皮的原因是有什么原因造成如何可以避免呢 这个就是我们关心的 会不会因为身体你见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很多视频就是图背部 图我们的下背部 所以我们想知道会不会一些不同身体的不同的部位 可能有不同的力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要注意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力度 刚才我听你说 我知道我们要改善就是要用多一点那个姜粉泥 还有让这个涂的时候比较滑 湿润一点比较好 没有那么干 我再请教老师有没有其他有没有注意的地方 好 一般会破皮 不外就是 因为我们图它一定是要推动的 跟我们之前的按推不大一样 按推是你按住之后 然后来拨那个筋 所以不会再皮膜 所以很多初学者他会把人家推到破皮 红肿疼痛 他们有时候是手法的不大 那涂姜粉泥也是一样 因为它要移动 所以第一个要考虑到它的摩擦 所以我才说第一个如果你用的姜粉泥不够 那比较少 那很容易干掉 那干掉你在涂的时候 再来回搓的时候 就很容易破皮 因为姜粉泥已经干掉 所以我们在涂姜粉泥 即便背部啦腹部啊 你看到最后它已经干了 我们就不再涂了 我们那时候是最后是用怎么样 用剥的剥皮 就是怕再大力推 大力推的时候就容易破皮了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用的 为什么要用姜粉泥 我比较不主张用姜粉 因为姜粉它没有润滑 所以你用姜粉去涂的时候 也容易破皮 再来有时候你在推的时候 没有用姜粉泥 你这样去搓它也容易破皮 所以简单的讲 会破皮 第一个太干了 太干 然后再来 因为它在皮上要滑动 那因为干在滑动 就容易引起破皮 啊破皮不是正常现象 我只能这样讲 最好不要破皮 因为破皮就是伤害嘛 所以应该正常的涂姜粉泥 是不应该破皮的 那 那碗清理那个耳朵 那个涂片破皮 我有看到 那个应该是纯粹在 用姜粉泥可能不够 然后再来 涂抹的时候 来回搓的时候 把皮搓破了 是这样的原因 那前胸也是一样 颈部也是一样 你涂少了 然后即便你涂多了 干了 你还继续搓它 那还是会破皮 也是一样 所以干了之后 就要怎么样 重新再来 把那个屑屑剥掉之后 再重新再来 这样就不容易造成皮肤的破皮 好 这个问题这样回答可以吗 对 那老师那个红点 又怎么解释呢 比如说 其实 照理这些都不应该出来 反正 不管什么现象 如果是皮引起的 戳得引起的 那 这个 会破皮的 大概就是我说 太干涉了 那如果会起疹子 是事后的起疹子 或是 一边涂就起疹子 这个又有分 如果是 没有干 那这样 就像湿疹一样 那之后 慢慢起疹子 那就是还是 在处理上 我们说干掉要 一定要 弄干嘛 然后把蟹剥掉 那至于 涂的过程中 会起疹子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 欸 你们有没有看过 涂的时候 它涂完会有时候 红红的 涂红的那是正常啦 那个是没关系 但是就是不要破皮 但是会起疹子 那个就奇怪了 我好像没有在涂的过程中 看到有人起疹子 我没有看过 事后有人说是 涂浆粉离引起 那事后就是 可能没有干 或是这一类的 就像湿疹这样 好 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 谢谢老师 还有一个 就是最近有一位女士 她大约是51岁 她最近两年多已经停经 但是月经不能干净 她自己看了中医 也吃药 吃了一年多 还没有断 她就是来找原始人寻求帮助 一二年 谢谢 那三周之前呢 我们开始用涂浆粉离 首先在她的臀部 上原那个地方 找她的按推的痛点 找到很多痛点 按完以后 在她的腹部涂浆粉离 也叫她的先生做 她也做得不错 她的腹部的左侧 加上中间的位置有痛点 涂完三遍以后呢 姜粉泥 那个在腹部 她感觉的有热透进去 而且有舒服 也没有疼痛 整体来说是腹部觉得比较松软 她身上非常好 每一天呢 用姜粉泥 游她的腹部 周末呢 一般会要两次 平常是一天一次 但是呢她说三个星期以来 她还是有流血 量稍微小了一点点 结果在3月23号呢 她做了姜粉泥 由腹部以后 她也每一天也喝姜粉泥 12克 一间三次 其实量也够 她也注重温敷 也有运动 也出微微的汗 所以在补充那个内外 日元方面 她也做得到位 但是她感觉三个星期过了 为什么变化不太明显呢 因此呢 她 我鼓励她 会不会考虑 阴道 灌场 这个 这方面去想 但是她怕自己做的不好 也不想 所以呢 她只接受在 比较接近阴道的肛门 她的质值 既做姜粉丸 塞进肛门 希望加强一点 热能再换处 但她一塞进去以后呢 马上阴道出现穴 她觉得量也不 虽然不算多 所以呢 她就继续再做一天 嗯 后来呢 第二天她刚刚放 想放那个姜粉丸 放在肛门口 还没有放进去的时候呢 她已经出血了 而且呢 鲜血流很多 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很害怕 嗯 然后她就说她停了 没有做 然后她就跟我说 呃 因为呃 晚上呢 半夜啊 流了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血 而且有黑 血坏 呃 她手脚冰凉起来了 因为她没有睡好 呃 而且呢 她就现在就有一点 呃 担心 究竟我呃 呃 可能吃姜粉丸的量 呃 要不要加强呢 呃 还有呢 她想问 呃 呃 呃 有浮布 可以继续吗 她就是有 但我带过 还有呃 呃 呃 所以今天呢 她又说昨天晚上还是有继续流血 比前一天晚上更多 但是这个 血坏的颜色变 呃 比较淡一点 而 因为她休息不够呢 体力有一点 比昨天差了一点点 她的 我的提议她 煮一个红生汤去喝 呃 补充这个体力 呃 所以呢 她还在家休息 呃 尽量做多一点温敷 呃 她即使说 呃 因为她 对流血这一方面 觉得有一点害怕 呃 呃 虽然这个血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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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为已经差不多排出很多了吗 但是下午睡醒啊 今天啊 她又告诉我们 她的流血还有血坏 继续 所以她想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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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补充内外日元 呃 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啦 第一个啊 所有疾病皆以体相及热能不足 这是原始点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好 那至于按推跟热源 哦 一般 很显然她已经出血了 就是壮的有组织受损 那组织受损也好 她也一定有体相 那体相一定要找出来 所以血不止哦 你光看血不足 也有可能体相的部分 没有完全找出来 那我们原始点在意的是 她体相有没有改善 热能不足有没有改善 而不是去看血块的颜色啊 多或少 这个不应该在被那个现象 所一直牵着我们的观念一直在走 然后你看了又害怕 然后这个能不能止 要不要止 这些都是多疑 反而对患者消耗乐 我认为会累睡不着 会那个压力 都是从这些来 就是一直在看现象 然后很畏惧 那我应该补充够不够 事实上在我看 他整个来看不难处理啊 第一个 他的量一定够 也不用特别加强 那第二个 经过按推 跟热源 他应该先问 按推还有没有体相 有没有痛点 如果都没有了 我不相信都没有了 还在出血 所以他一定有体相 这个才是因嘛 所以不用再去搞 就是我认为先不用说 要用塞的啊 补充更多的热源 反而不是这个概念 我很担心的是根本体相就 还没有完全处理好 这个才是重点 然后你们一直在加强热源 那我认为他还会出去 你不 再多 我看了很多就是一直加强热源 然后很多还是身体越来越虚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体相没有解决啊 热也吸收不了 所以我很担心 你们应该是出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在体相 我整个看下来 然后患者观念也不清 不是很熟啦 对原始点 不是很熟的情况下 他担心 光这个担心就在消耗热 那这个担心在消耗热 你再用更多的姜粉泥 或是怎么喝 或是怎么外热源 告诉你都补不进去 真的都补不进去 我以前就是看到两个乳癌的患者 一个每天吃两三斤 越吃越严重 一个人 照我们书本上 就是一斤 他反而好 所以 这个观念才是最最最重要 所以我认为 本来血也没有那么严重 只要体力够就好 然后搞到现在好像又睡不着 然后起来体力又变差 又好像还在 还在休息 这个就不对了 一定中间有什么问题 我认为不是塞的问题 也不是这些问题 外热源跟内热源 如果处理得到 很多疾病就可以解决 那不是在搞其他的 最基本功都没有做好 你再来塞 塞这些或罐长 那个意义都不大 所以我建议还是回归到 我们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就是体伤有没有解决 那不要再在乎那个血 血只是一个过程 那如果体伤你按了 都没有碰点了 再来问还不完 如果都没有体伤 我相信 然后 他又每天补充那些热源 又有一些运动 自然就可以完全修复了 所以我的回答 里面第一个患者 我的结论 第一个患者 观念本身不清 然后再来 我认为体伤根本 还是有 没有找 没有彻底的解决 然后又再搞其他的 那又 又来 方法越来越多 反而越不容易 把问题解决 我的看法是这样 然后外热源的图 如果能够从体伤这样按 然后过程中有充血 就像我们按 那个胸部乳癌一样 按有体伤的位置 它该流就流出来 这样就好了 如果按了 会有流血 不用甘心 那是一个过程 如果你真的很甘心 两天按一次也没关系 那老师 我们按的部位 因为我第一次 把他按的是 那个 因为他的问题在腹部嘛 所以我们按的是 臀部的上缘的这条线 然后 这个VG型 我们还是要按 对吗 我建议都按了 就是我们的大开关都要按 然后再来按 因为他有状的组织受损 患处的部位也一定要找痛点 这两者 因为已经有出血了 就是咖处也有问题 患处也有问题 那体伤是 我指的是 既有咖处又有患处 你们一定有一些部分是漏 漏掉 所以这个体伤一定要先找出来 那找出来 就好像病根 你找出来 处理才有意义 而不是再去想更多的方法 然后涂姜粉泥如果涂得够 包括它的内热源 还有外热源 我都不应该就够了 除非他的体 因为这样问有一个问题 人没有看到 像香港他们问 我那个女孩子 他一边很硬 一边没有问题 然后看起来体力都不错啊 我整个人的形体壮壮的啊 所以我一般我会判定 这个是轻症 但问题这个我都没有看 他到底体力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多愁善感 还是怎么样 还是热人怎么样 我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只能很难判定他 那如果说出血多 好吧 就算重症 那重症 第一个按推跟热源都要到位 所以我的建议是 这两部分才是你们要注意的 人没有看到 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推 大概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吧 明白 谢谢老师 不会 好 老师那我们最后就是 旧金山涂姜粉泥的一小段 请教一下张医师 那我们今天就播到这边 好那我们现在那个放一下那个旧金山的 就是背部特别长 然后个子矮的人按推 要怎么样才能够按推得出来 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病患那个腰特别强 他的身体是特别强 我们那个肢工按照节理的时候好像不够力 所以我们就是在想要分 除了分开两段的时候可能会不会这样按会比较好 因为他的手啊 到节理的时候就好像是不够 软的问题 不是就是软的问题 他的力量不能够下腰的 但如果他两个脚不齐 就是这样 推幻就好了 现在可以了师傅 现在会更好一点吗 什么意思 你的脚头呢 够金一点点 还要有点力 就是要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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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帯 你一定要 PLSE Organization falish Mel 尼 你坐上一半 朝背部就好 坐上背 然後下背可能等一下是不是側著去做 會試試看 等一下做側的給老師看一下 老師這兩個個子都是比較 教小的做大宗師是有一點辛苦 要分兩部分 老師你覺得他們這樣子可以嗎 他們其實怎麼站 只要能夠按得到原則都對 但是像阿華正在旁邊往前站 如果能按得到也可以 這樣也是可以前後 就是站到旁邊這樣按也可以 或是方向就像那個 他們垂直的這樣垂直 這樣按我也不反對 反正只要按得到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那個就是還是要力量下去 但不能兩手重疊 剛剛有一位兩手重疊 那是錯誤的 對這個兩手重疊是完全沒有力量 這個是錯誤的手法 一定要分開然後兩手要貼緊皮膚 我們一直強調兩手要貼緊皮膚 然後身體往下壓 然後往前推 要有這個動作做出來 力量才能滲透進去 身體要往下壓 往前推 如果太長了你就只好站到旁邊 然後不管是 這樣前後還是左右 我認為都可以 只要按得出來就好 但力量一定要進去 最高的原則就是這樣 好 謝謝老師 老師現在我們請阿華跟另外一個志工 按一下 按推一下背部薑粉泥 老師指點一下 好可以可以 好來 美肌先按 好容易喔 小哥 好 好 OK 慢 慢 要慢 慢 老师那现在阿华也做一下 老师等下我看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样就剥了 剥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 我们来处理一下 没有处理 是人了 付籽 我们来处理一下 解决一下 能表现 好,老師,剛剛Mandy按的還有阿華 好,Mandy她第一個她按的我認為她下來的時候要往外撥那個好像少了一個鏡我的感覺其實到下面的時候真正的力量是在手掌手掌而非手指手指只是緊貼著然後在轉的時候手腕那個緊貼著皮膚 然後往外撥然後那個還是有一點力量進去也就貼著很緊壓下去然後往外撥是這樣的力量我發現他們往外撥都那個力量太小好像就這樣撥出去就好這是第一個Mandy的問題是吧 另外那個到下一段的時候因為第一個那個女生她兩腳沒有往前就是後腳沒有往前然後所以她下去也沒有力所以往外撥也沒有力有一點這種味道所以可能還你看喔好我們再看她的動作好了她這樣推下來 你看她到下面前後腳還是沒有摸到前面所以到下面她根本沒有力她沒有力她往外撥也沒有力她只是做一個動作好像形式做一下但達不到那個深層所以是Mandy的最大問題 你... 啊往前推那個是沒有什麼問題就是要往外撥是沒有什麼問題就是往外的那個力量就不見了 所以她到下面... 所以她到下面... Mandy往後推的時候那個腳要往前撥就對了 對... 那這樣身體才能壓 那這樣這樣沒有利 所以她往外也就沒有利 對... 好... 那阿華... 那阿華的問題 我建议它还是不要用两手 因为你正常的涂姜粉泥 力道已经够了 像这样都不合标 这样两手第一个重心也不合 我不建议这样 一开始还是学正规的 这样才有办法统一 所以我不建议用两手这样贴着 然后阿华的问题也是 好像到外面拨的时候 疾病两手分开的时候 也是少了一个镜 所以它就是少了那个镜 所以它要用两手来改善它的问题 事实上就是一开始就有问题了 也就是它的脚 脚还有手法的整个沉下去的力量 然后要用手掌心 然后紧贴着再往外拨 那个往外拨是用砍心 往外拨 那个力量就会出来 不需要进入两手 那坐得不到位置才要用两手 那这样更不到位 这样对 然后你看它掌心又起来了一点 往外拨有一点起来 我们再重复看它的那个细微处 它刚开始推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它怎么来往外拨好 开始 这样就拨了 好 你 你看它你们在往外拨都好像很轻松这样 事实上那个下面还要用力啊 下去用力 然后掌心往外拨 这样才有力 好 那我们再改进 这个动作两手是甚至还有带领 这样重心不稳 也不能把身体的真正力量充分表现出来 因为它两手同叠 那个重心绝对是不 那这种力量觉得规定比单手有力的 规定 所以我的建议是照正的 我们教的这样 然后到下面的时候 一定要用身体 懂得是用身体往下压 然后往外拨 往外拨那个掌心一定要贴紧 好 那我们再请大家继续练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好 老师 谢谢 好 就这样咯 好 谢谢各位 好 再见咯 好 谢谢 再见 我们现在预告 下个礼拜4月28号 张医师的线上课程 主题是 2024年元旦讲座 精彩回顾 好 我们下周见